中秋假期很多明星都晒掉家庭聚会的照片,关小彤就连发两桥动态,像她这种上升期的小花,在中秋假期能和家里人相聚,应该很激动,有知名度,家庭美满,粉丝也不少,爱情也甜蜜蜜的。 21岁就已经收获那么多了,真是让人羡慕,同样让人觉得人生圆满的张思怡也跟大家分享了中秋的聚会照片,一家人亲密端透过中秋,大家看照片都能看出,虽然大女儿小苹果不是自己亲生的,但是两人的姿势看起来非常亲密,张思怡的头往小苹果身上烤, 手放在她的腿上,小苹果也靠在江思怡的肩上,她们平时的相处应该非常愉快,但是小八也关注到了。 这一家四口,汪峰最丑化掉,左边的三位女士都太美了吧,小女儿清醒出生的时候,大家都觉得孩子继承了汪峰的样子,浪费了妈妈的好基业,眼睛小小的,看起来了也像爸爸一样朴实。 但是,长了一年后,清醒的颜值逐渐胜,高,眼睛圆圆的看起来十分可爱中秋节的这种照片,清醒的眼睛鼻子越来越像张子依了,一巴巴的粗犷的长相越来越远了,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。 清醒长大了应该也是大美女一个,大女儿也是越长越有气质了,长发看起来气质很温柔,这一家人站在一起十分两眼,小八想到小平部和她亲生爸妈的全家福,哥贵蝶和汪峰的五官都很大,方便小眼的看起来实在毫无颜值可言。 按父母的长相来说,孩子的长相走势开忧了,但是没想到小苹果没有长歪,而且越长越有气质了。 中秋的这张照片,看起来竟然有点像童形李云迪。 大家看小苹果一巴是通过张子依发出的照片,但是这种照片有时候还挺挑角度的,所以有时候并不会很好看。 大家一直没机会看小苹果发自拍,玩起视频软件的她,和普通的女孩也没什么不同。 但是小八发现她脸上有个地方比较可惜,就是脸盘子太大。 这张图里她的脸比妈妈张子依要倒上一圈,和爸爸的脸形十分像。 这张大脸的金星真的很吓人,即使五官多好看,都会因为脸型的问题,减分不少。 比如我们的小可爱奥莉,小时候多可爱呀,眼睛大大的吸引了无数野生妈妈、姐姐粉。 但是她的妈妈是标准的骨子脸,所以奥莉现在的脸型也开始变得有点宽,实在是有点可惜呀。 但是,无论是小苹果,还是奥莉,她们虽然脸上都有一点小遗憾,但是都是十分可爱的孩子。 自然纯真,而且这些可能还会成为她们的特点。 现在溢水的温莎脸,可能以后方面和圆脸更受欢迎呢。